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得老百姓的擁護 有一年夏季 雨河沿岸大罕 為了向蒼天祈禹 成群的百姓光著隻糧 頭頂香爐伏在曠野 不少人被曬到中暑而死 湯見到這一幅慘景 傷感地流下了淚 他向蒼天祈禱說 蒼天啊 你發發慈悲拯救萬民 如果是我得罪上蒼 我寧願去死 請不要為難人間的百姓 說完之後 他讓徐蟲在一個高台四周堆滿了乾柴 自己坐在台上 又向蒼天發誓說 如果上天仍然不降雨 就是我得罪了上蒼 這樣我就用我的生命 來為百姓換一場雨 說完之後 他就讓徐蟲點火 但火剛剛燃起 平地卻掛起一陣大風 接著烏雲密布電閃雷鳴 一場大雨從天而降 便客共赴就將火淋熄了 百姓們起得甘霖 都激動到歡呼著弱 又或者跪在泥水裡向湯叩拜 感激湯的聖人之德